大家好,今年的青春佳节呢,我们鼓励是就地过年,但是呢,也有很多的子女非常的孝顺,想把爸爸妈妈接到他的身边去,然后就问我说,我爸爸年事已高了,就他一个人了,那他还犯有高水压,我能让他坐飞机吗? 然后呢,我就跟他聊了一段时间,我说是,你要把你爸爸的血压情况,用药情况,还有现在的心脏情况,发给我去做个心电图,然后他呢,就去做了心电图,还做了24小时的血压监测,我拿来这个报告一看,我觉得老人家呢,在近半年来的血压控制是非常理想的,而且心电图也是非常正常,老年人的这个反应能力各个方面都不错, 虽然已经82岁了,但是呢,还是非常健硕的,除了有高血压呢,其他疾病都没有,这个情况下呢,我就告诉他,可以带老人坐飞机,同时呢,给老人备好相应的药品,还有呢,在坐飞机的过程当中,一定不能让老人生气,不能吃得太咸了,要多喝水,为什么?要保持心情的舒畅和平稳,如果情绪激动的话,容易出现高血压,而且呢,高血压, 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来说,卖压差大的,用药控制不好的,还有呢,心脏负担过重的,我们就不主张他去坐飞机了,那么对于这位老人来说呢,还是可以坐飞机的,另外在子女的呵护之下,备好他的常用药,还有呢,给老人带上水杯,要不停的去喝水,冬天呢,还要坐好保暖,这样子呢,坐飞机还是比较安全的, 所以呢,也祝愿我们的老年朋友,在今年春节呢,和家人团聚的时候,开心快乐的,去过这个新春假节,也就是开开心心,过一个健康年,好,谢谢大家